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民族日报网上刷到了一条新闻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等不及我们的回应 韩国政府现已决定将缓解国内尿素短缺的希望 转移至越南和卡塔尔等国 如有必要将考虑对转购越南或卡塔尔尿素的韩国企业 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 韩民族日报指出 韩国政府此举旨在防止韩国国内车用尿素溶液的供应中断 出发点是好的 但操作难度不小 因为稍有不慎 可能就会弄巧成拙 引发韩国舆论恐慌 进而导致韩国的加油站再次出现 像两年前那样的囤积尿素的盛景 按照韩国政府部门此前披露出来的说法 韩国目前的尿素储量大约够用3.7个月 有鉴于此 韩国政府认为即使中国在2024第一季度之前 任为恢复对韩尿素的正常出口 韩国国内的尿素供应也不至于说立马爆雷 话虽如此 但是韩国政府披露出来的这个安抚国内舆论的说法吧 听起来怎么都像是在走夜路吹口哨 或许是因为就连韩国政府自己也信不过他们的这套说辞 所以他们在最近悄然加快了从第三国紧急引进尿素的步伐 据韩联社12月10日报道 一家韩国企业已于近期从越南紧急采购了5000吨的车用尿素 这批尿素预计最快将于本月中旬运抵韩国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第一副部长张永珍 最近在视察首尔阳川区某加油站时 信誓旦旦的向公众承诺 经过韩国政府的不懈努力 目前韩国的尿素供应已经从原来的3.7个月增加到了4.3个月 所以韩国民众大可对韩国的尿素存量把心放到肚子里 需要多少就买多少好了 放心往车里加 根本就不用囤 与此同时韩联社还援引了一位韩国政府官员的话称 只要韩国的企业愿意 他们大可以选择从中国以外的第三国进口尿素 虽然这么做很可能会把尿素的采购成本抬高10%至20% 但是考虑到韩国政府正在制定相应的财政补贴计划 所以应该问题不大 虽然韩国政府都已经把姿态做到这个份上了 但却还是有为数众多的韩国民众对可能到来的尿素危机感到忧心忡忡 韩国SBS电视台最近制作了一档名为日本都还在生产尿素 可韩国却在2010年代放弃了这项能力的视频节目 并将其上传到了YouTube上 围绕着韩国尿素危机的相关话题 1800多名韩国网民在这条视频的评论区下面展开了激烈的探讨 中国现在不光产量尽人 而且还很善于通过细节来拿捏我们韩国的薄弱部位 长此以往韩国别无选择 只能像个影子一样任凭中国百步 用尿素拿捏我一次算你狠 拿捏我两次算我笨 这种事情该快点解决了 不能再允许类似的问题继续发生 韩国要想摆脱对中国尿素的依赖 看来只有造出不依赖尿素的卡车和汽车才行了 如果没办法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起码也应该将国内库存从半年增加到一年吧 不好意思 尿素成品的保质期最多只有半年 我们和日本怎么比啊 人家日本国内的市场多大 我们的才多大 日本愿意为了保存本国的尿素产业 而出台强针对性的补贴政策 哪怕这么做不挣钱 韩国可能吗 这个项目事关国家战略 我们需要做点什么 中国不再值得被我们信任了 如果我们不想依赖中国这个世界工厂 我们就得自己动手生产几乎所有的东西 可要是我们做到了那个份上的话 韩国不就变成朝鲜了吗 我们的尹熙岳大统领不是经常出访来着吗 让他下次出访归来顺手烧上点尿素 不就得了呗 为什么我们不能少买点中国的尿素 多买点日本的尿素呢 虽然日本的单价可能是有点高 但是能因此而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也不错 所以我们到底是为什么 要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 嚷嚷着要和中国脱钩呢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一切都已经准备 妥当的情况下再这么做呢 刺激中国并给韩国招致灾祸 有什么好处吗 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 就是在民面上和中国虚与伪移 宣称韩国不会与中国脱钩 并借此要求中国向韩国大门敞开 与此同时韩国要在私下暗度陈仓 加紧构建自己的完整产业链 逐步摆脱对中国的控制 一旦韩国外事俱备 我们就可以甩开中国了 就算中国还想卡住韩国的脖子 我们也只需要暴影轻蔑微笑就好 尽管那么多韩国网民 都在为韩国尿素短缺的现状 感到心急如焚 并且还你一嘴我一舌的 给隐习业政府贡献了不少妙计妙策 但是说句实在话吧 这个问题可能真的没有韩国网民 想象的那么好解决 早在12月5日 韩国民族日报就已经在一篇点评韩国尿素荒的文章里头 直白的点破了韩国如今对于中国尿素的依赖现状 依赖到了什么程度呢 在经历了2021年的尿素危机之后 尽管韩国政府在过去两年来口口声称 宣称要提高韩国尿素供应链的安全弹性 可实际上2023年韩国对中国尿素的依赖程度不减反增 从去年的71.7% 一下子就暴涨到了今年的91.8%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的情况呢 世界上生产尿素的国家又不是只有中国一个 为什么韩国就摆脱不了对中国尿素的依赖呢 因为中国的尿素产量实在是太大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 仅2018年我国的尿素产量就超过了5200吨 占去了当年全球尿素总产量的四分之一 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头号尿素生产大国 我们国家不仅尿素产量大 消耗也大 同样是以2018年的数据为例 我国当年工农业尿素总消费量约为5087万吨 其中农用尿素占去了大头了 工业尿素的消费量虽然相对较少 但一年也要用掉2000多万吨 正是因为我国的尿素消耗量偏大 所以尽管我们身为全球最大的尿素生产国 但很多时候我们往往还得从国外进口尿素来作为补充 可即便如此 我们也还是在全球最大尿素出口国的宝座上一待 就是好多年 2022年我国尿素出口数量约为283万吨 虽然这个数字和我们国内的消耗量一比只能算是个零桶 但放到国际上已经是妥妥的第一名了 产量世界第一再加上离着韩国海近 所以中国尿素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韩国的首选 这倒不是说韩国没有其他选择 尿素不是什么金贵的东西 世界上多的是国家能生产 越南有 卡塔尔有 印度也有 只不过这些国家的尿素和中国的一比 在性价比上就显得不太够看 这东西就好比家里用的卫生纸 你在家门口的大超市能买 在离家几公里开外的小卖部里也能买 而且你家卫生纸还用的快 在这种情况下 就因为家里人戴着有色眼镜 看门口的大超市 所以你每次出门买卫生纸 都得绕远路去几公里外的小卖部买吗 这明显就不合理 这东西又不是说像电子产品 或珠宝首饰那样的贵重商品 为此你特意绕一两次远路还能理解 可这只不过是卫生纸 当然是哪家便宜方便就上哪家买了 至于家里人的有色眼镜什么的 他们又不用当家 哪里知道柴米有多贵 要是都听这帮人的意见来持家 这家怕不是早就散了 在韩国政府和舆论界看来 中国这次之所以会突然收紧尿素出口 纯粹是因为针对韩国 不满韩国和美国走得太近 所以才对韩国蓄意打击报复 可实际上韩国上下真的想多了 受疫情反复 国际能源局势紧张 原材料价格上涨 国内环保政策限制以及通货膨胀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 近两年来我国尿素的价格涨跌幅度较大 此前之所以出口的多 是因为我国的尿素出口数量和出口金额远高于进口数量和进口金额 国际市场的利润相对较高 有利可图 但从2022年开始 受国际地缘局势影响 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受到重视 因此在2021年10月开始 对化肥实施罚减之后 我国的尿素出口数量便收到了明显抑制 去年我国尿素出口同比减少了46.53% 出口金额也下降到了15.71亿美元 就因为我们在未雨绸缪 把以往用于出口创汇的尿素都留在了国内 优先紧着我们的工农业使用 虽然我们这么做 确实是给那些高度依赖中国尿素的国家 比如韩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但是摸着良心说一句 我们限制尿素出口 的确不是奔着打击报复韩国去的 客观上导致了韩国的尿素荒 不等于中国在主观上有意刁难韩国 这完全是两码事 不应该混为一谈 2021年如此 2023年亦然 不过道理虽然是这么个道理 但是我估计我们的这番解释 说给韩国人 他们也是听不尽的 毕竟无论我们的初衷如何 韩国眼下正面临着尿素危机 都是不争的事实 不管中国这边是出于什么原因 将对韩尿素出口的渠道给扎紧了 反正对于韩国 尤其是高度依赖卡车货运的韩国交通物流业来说 他们的膀胱怎么着都得被憋出伤来 韩国人觉得他们委屈 把气撒到我们的头上 我也觉得我们委屈 而且我们还不知道该找谁说理去 我们的尿素出口限制 要真是笨择给隐习业政府穿小鞋去 那反倒还好了 因为这样一来 当我看到韩国网民跟那变着法子的编排我们的时候 我好歹还算是能理解他们的兴趣 不至于说都被人骂了 还不知道他们到底在生的哪门自欺 可问题是 我们确实没有故意要和你们过不去的意思 不过就是区区200多万吨的尿素出口而已 我们只不过是稍微少挣了一点出口的钱 留着自己用 哪知道 这就给你韩国交通物流的命根子 给拿捏住了呢 才区区200多万吨的尿素 就这么点数量 非要说我们在尿素出口这块使了劲的话 我觉得那充气量也就是把食指和大拇指捏一块 也就只能透个缝那么大的酱 我用力了吗 我掐着什么东西了吗 完全没有感觉 哪里就给你们拿捏住了呢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个力道 不要睁着眼睛瞎说好不好 国产尿素很难的 有时候找找自己的原因 这么多年了 买尿素的钱涨没涨 有没有认真和中国搞好关系 OK 还有啊 关于某些韩国网民提出的能否造出不依赖尿素的卡车和汽车 以此来帮助韩国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这个问题 凭人类现有的科技水平能不能造出不依赖尿素的卡车呢 答案是可以的 韩国市场上现在就有摆脱传统能源的电动卡车了 今年4月份上市的T4K就是 虽然T4K只不过是一吨级的小卡 但是好歹也算是解决了有无问题了不是吗 都说万事开头难 既然这第一步都卖出去了 想必今后韩国电动卡车的发展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阔的 那么代价是什么呢 答代价是这款卡车是韩国GS公司和比亚迪联合投资开发的 用的是血统纯正的中国汽车电池 没毛病吗 我就问你还用不用依赖中国的尿素吧 如果按照中国舆论场上 有些人对于工业皇冠上的明珠这一说法的定义 我造不出来的就等于皇冠上的明珠 那我寻思尿素是不是也能算是韩国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了呢 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韩国舆论界这次倒不该埋怨我们 反而还应该谢谢我们 因为正是我们的限制出口 所以才把仍然沉迷于所谓的对华半导体优势的韩国人给憋醒了 三星和SK海地市的存储芯片什么 跟要说起韩国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你们还能比得了尿素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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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ussing